他们以为喝粥是不是别的 我说喝粥是鼓舞味气 还有温养胃养 一个是直汉原 一个是温胃养的开表 非常非常重要 柜子汤看次很简单 跟我们的食疗密切相关 柜子没吃过 但是柜皮 大家前段 过年很多人可能吃过 包羊肉 包狗肉 生姜是家庭要必备的 做饭 做菜 大早市也是煲汤经常用的 勺药没吃过 但是大家看到 真的是在酒店 好的酒店 有些餐馆里面 都会在很隆重的时候 推出一个萝卜雕的花 雕什么花 勺药花 我有次吃饭 我还专门把它拍下来了 他们说你拍这个 我说我讲课要用 真的是萝卜标的很漂亮的 勺药花能够 这个什么 能够养心 还有呢 这个 也 这个赏心悦目 尤其来讲的增进我们的食欲 所以跟我们的胃有关系 所以柜子汤 伤寒第一方非常了不起 我们有些医生就是柜子汤医生 一辈子就开柜子汤 治疗很多的病 我刚才讲的柜子汤最典型是 开表的话 掌握基本的原则 错热之后盖被子 而且是 放在太阳病的第一方 但是由它研发的方很多很多 二十多条方 柜子汤代表调营味 可以在里补气血调营阳 所以 包括我跟研究生交流 包括跟他们讲课也会讲 柜子汤可以放在三个地方 畏类 可以放在解表剂 可以放在和解剂 它调和营味嘛 也可以放在 补医剂 我们讲的小剑容汤 就是柜子汤的一个变方 所以柜子汤 煮方式非常有系列 有心肝化痒 有酸肝养胰 柜子可以去柜 柜子可以去勺 柜子可以加柜 柜子可以加勺 张正景的方 药物不多 整个商汉的方里边 药物涉及到76位 但是它的主方 真的就是那些药在那里变通 非常的 常用的方 比例比较高的 这些药物也不是太多 非常的精烈 非常的严谨 有不同的系列 所以商汉论的 柜子汤我们讲的解表 是要注意这个 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没有表症呢 有汗症 我刚才讲的汗症 我们经常也用 没有表 肠子汗出 胀无他病 就是因为汗 我有一个病人 是来自湖北的 他是一个打工的 他说他的骨折 治疗了三年还是几年 造了36次片 所以后来变成 一天要很多 经常是大汗淋漓的 一天要换很多身衣服 看过很多医生 他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觉得是一个典型的柜子汤子 所以我就开了柜子汤 这个病人是三天以后来告诉我 汗就全部瘦了 他说怎么这么骑车 但这个方很便宜 一点点要 调营味 省伤了营味 这是讲的柜子汤 首先十二十三条 讲到他的典型的脉症 还有很多 还有这个很多的条文 讲到了这个灵活运用 比如说喝了柜子汤 可以出现反方不解者 还继续与柜子汤 如前法 先是风驰风骨 却与柜子汤则遇 所以喝柜子汤 柜子汤有没有副作用啊 有些也会有 喝了以后可能觉得出现心烦啊 症状好像加重啊 其实你不要恐慌 要分析一下 有时候是 症气得到药物的支柱以后 出现一个剧烈的症血的交针 他的症状好像加重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 讲的是病重药轻 中医就强调 真药病主的方法 所以用针灸的方法 是风驰风拂血 来去风驰 再加药物 所以商科论里面很多这种 谈到了药物的一些反应 怎么样处理 以及他有典型脉症的 也有不典型的 比如说卖腐弱者 可以柜子汤 腐弱卖就代表 有表证 正气相对不足的 也是常用柜子汤 所以柜子汤是一个好的方 但是柜子汤有 禁忌症 原文讲到了 有比如说原文的 这个 十六条所讲的 若其人卖腐紧 发热汗不出者 不可与夫之 长须致辞 勿令勿也 那就说 伤寒表示症 不能用柜子汤 为什么 因为柜子汤 便宜温养 再加上它有 勺药的酸脸 收脸的作用 所以 我们讲的 伤寒表示应该开 所以对它的 这个驱邪不利 不能用 九颗病不可以 我们讲的 这个四九的人 当然 我们四九的人 很多都是有湿热 但是有些四九的人 不一定 也不 这个不一定 就是说 以这个喝不喝酒 来作为一个标志 只是引申到 必然有湿热的人 是不好用柜子汤 因为它偏于温养 柜子干温 干能够练 干能够身中满 能够练湿 所以 这一湿热内饮不能用 还有喝柜子汤 吐龙血的 阳热内胜 能毒内服的人 是不能用柜子汤的 所以柜子汤 尽管是一个好方 张仲敬也提出 他的禁忌症 所以我们现在 包括中药的处方 中程药的话会讲 要标明 失应症是什么 这个禁忌症是什么 我看到很多的 这个中药的处方 这个 这个说明书上面 禁忌症 尚未发泄 都是这样写的 其实张仲敬 讲得很明确 柜子汤 什么样的体制 就不能用 有好的失应症 有禁忌症 柜子汤 更多的是 讲到他的 加减运用 比如说上上任的 柜子汤的监症 有六个监症 尖喘的 柜子汤后部杏子汤 阳虚漏汗的 柜子汤腹子汤 相被降紧紧的 柜家梗根汤 卖出凶闷的 柜子去勺药汤 卖为物寒的 柜子去勺药加 腹子汤 以及 卖藤子 发汗太过 卖藤子 生疼痛的 用柜子加 勺药生姜 给一两 人生三两 新加汤 六个方式 首先讲 相被降紧紧 太阳中风 相被降紧紧 这个 发热汗出 这个用 柜子加 葛藤汤 柜子汤 本来就可以治疗 相被 就是头像僵痛嘛 太阳病就有头像僵痛 而这里又提出了 相被降紧紧 突出了 他的治疗的重点 病人最典型的 脉症是什么 就是 可能他的主术来找你 首先就是说 这个脖子不舒服 用柜子加 葛藤汤 柜子汤调 银味 解极驱风 加葛藤 生经 苏经 我治疗一个 这样的病人 这个病人是 当时我们的 救门诊 急诊 留官室还没拆 这个病人 是我病人的 一个朋友 夏天 七月份好像是 他说 我的朋友在这里 急诊留官 你叫他帮我去看看 诊断不清楚 因为他是 夏天又是 他的主术就是 不能坐 不能站 更不能走 只能躺下来 为什么 他觉得他的背 被人用手 抠得他很紧 很紧很紧 没办法 因为病人 前几天还有点呕吐 所以当时 环一是一个 应该是考虑 流老 流老还是医老 反正考虑夏天 跟这个蚊虫 有关系 但是呢 做了 我那天晚上去看他 什么检查都做了 都没有发现 阳性结果 包括做了两只腰穿 是没有抽到老基业 我说 该检查就检查 我说我建议开这条方 这个病人过了两天 就到门诊来找我 但是他是把这个 手握着这个脖子 很快走过去 就走到那个 检查台的后面躺下来 出院了 再开几剂药就好了 这个病人好了 我也不知道 后来出院是 还是检查不清楚 就是这个查阴 查阴也没查到什么 那么有一次也是 我们这个叫什么 省的千百石开会 我就遇到中山医 一个教授 我就向他讨教 他说我们也经常 遇到这些怪怪的病 我们搞不定 都请你们邓老看 当然现在不可能 再请邓老看 他说你讲的这个症状 我也病症 我也见过 这个病是一个 如低压中国症 其实我们现在的 实验内科学 也很多版 现在13还是14版了 但是原来是没有 这个概念的 后来我看到 13版就有这个概念了 真的这个病人 为什么不能坐 不能站 不能走呢 因为他脑极业 压力非常低 所以他坐了两只腰穿 都抽不到东西嘛 本来如果是老摩严 肯定这个压力 如高压肯定压力 根本不存在抽的问题 他会自己出来 他说要打水 我没有打水啊 也没有 就开了这条方 就好了 所以有很多东西 我们不知其原因 好事好了 所以说你说多神奇 这个病人其实来讲 一直也很痛苦 所以现在我们 临床上也是 除了治疗方 治疗这些 泥兰病以外 也用的治疗很多 像颈椎病 我对于很多 颈椎病的病人 我经常用到 会这样隔根他 隔根要重用 我都是用到60克 一定要达到这个量 真经 输经 其实这条方 还可以治疗什么 太阳病和病下理的 尽管张仲敬 也没说 因为隔根 既可以伸经 输经 也可以伸青子力 所以有些 胃上心的感冒 体质也比较差 也因为出汗 又怕疯的 其实柜子当政 我在灵上 见的最多的是 发烧 然后用西药 抗菌素 尤其用青霉素 类的药 然后病人是 烧不烧了 但是病人就是 雾风汗出 或者还有点低烧 有一次是白云区 白云区人民院的 医务科展 因为跟我也是 也比较熟 她太太原来有假抗 找我看过 有一天打个电话 李教授 她说我太太发烧 她说假抗好了 因为她为什么 她肝功能不好 她皮肤又痒 对于 看假抗的要过敏 不能用西药 只能用中药 那发烧怎么办 我就问她 她说 打了吊子没笑 窝在家里 很痛苦啊 她说 我说什么症状啊 她说就是出汗啊 怕疯 还有点低烧 我跪着她 我说开两机 她不用了 她明天就是 星期一上班了 就到医院去开 现在先自己买一机啊 第二点早上发个短信 李教授 上班去了 她再上班去了 好了 烧退了 所以在林庄 建的非常典型的 是通过西药处理以后的 病人很多 符合我们上海的柜子汤 我们讲的扫尾啊 收尾的 经常用到 非常非常典型 建船的柜子汤 后部杏子汤 船家做柜子汤 加后部杏子汤 当中仅用了两条条文来解释 有含义 它没有重复 一个是外感风寒 这些引起的 废弃的上意而船 心感引起的船 一种是有顾及 像我们夫妻科的 老曼兹废弃腫的病人 得了外感 又船又出汗 体质又虚弱 船家做柜子汤 有中逢表现又有船 用这个柜子汤 后部杏子 加 这个加是什么 有疗效 但不一定自愈 很客观 它的预后转规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柜子汤主子 柜子汤后部杏子汤主子 一个是柜子汤后部杏子 加 体现了 不同的 这个体质 不同的固执 有没有固执 它的预后转规的不同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方 尤其我们夫妻科 有些体质比较弱的 但是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的一个教训 有一个 我在二门诊的时候 有个病人 喘得非常厉害 然后呢 是一个 老曼子 废弃腫 时间很长了嘛 体质也比较弱 所以我用的是柜子 要后部杏子汤 这个方开完了以后 我听到肺部满肺的 甘若瘾 所以我就想到 哟 这个麻黄 不是麻黄素可以解除 不需要造的筋卵吗 所以我又加上麻黄 这个方开完了以后 过了两天 这个病人来找我 我那时候是做 组织医生的时候 台里医生啊 我吃了你的方 我大汗淋漓 我说有可能吗 一个柜子加 后部杏子汤 那不发汗的 不是那么严重啊 后来我说 你把厨房给我看 一看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我是用的柜子加 后部杏子汤 然后再加了一个麻黄 我换了一个禁忌 前面讲的柜子汤 伤汉表示的人不灵弱 好 病重药情 这个病人 我实际上是 这个方里边有麻黄 有杏仁 有柜子 有甘草 这就是麻黄汤 我对于是误开了麻黄汤 但是不是我的本意 我主要是 当时方开完了以后 只是想到 加这个药 现在研究的一个结果 成果 我把它引过来 但是我忽略了 这个方在整体上 煮方以后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等于是 引用了一个华黄汤 我们不能发虚人之汗了 所以这个病人 吃了以后大汗淋漓 所以有时候说 古人讲的这些东西 我们觉得好像 这中药有时候 加加减减无所谓 好像不会说 那么大的错误 真的这个病人 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所以我知道了 我做错了 那赶快 那我应该用什么 可能要加 用柜子加 后部心子汤 还加龙帽 断龙帽来收敛 对不对 一个是止汗 再一个 也有降气的作用 降溺的作用 所以它真的写的是 不能用就不能用 这讲的柜子加 后部心子汤 还有呢 柜子加腹子汤 柜子加腹子汤 阳虚漏汗 我们讲的阳气 可以辜负的作用 辜负机表 那么如果是阳气不足 不能辜负的话 所以会出现 这种汗还不是一般的汗 病人出汗 甚至有小便不利 脚乱疾 由阳审击到阴 其实这个病人 除了阳区也有阴区 那张仲锦在这里 有一个这个方 也有一个特点 张仲锦用的是 是一个阴阳两区的病人 但是他是 不阳以故意 他没有特别去阳他的阴 因为这个汗 小便不利 这个阴液的省伤 是因为发汗太过 那我们把表固了以后 那这个阴液 没有汗出来 这个阴液保存 它是小便也利 所以这就是讲的 我们看到了 对阴阳两区的病人 张仲锦也有不同的 处理的方法 有时候要补阳 有时候补阳以故阴 有时候阴阳双补 有时候先腹阳后腹阴 所以这个 贵子新家汤 阳须漏汗症 漏汗 那就是真的 我前面讲的 像那个病人 也可以考虑 临床上很多这种 多汗症的病人 我们可能学内科 学方济就想到了 都用什么 什么落道根 麻方根 这些来收敛止汗 其实伤寒的方 尤其加上父子 温阳固表 温顺阳来固表 这个父子应该是用的 泡父子 伤害人用父子 有两种 一种是生用 一种是泡用 那么生用是 回阳救命救命的 泡用是温阳固表的 这个临床上 也用的非常非常多 阳须漏汗 还有就是 脉出胸闷的 我们讲的太阳病更新 脉出胸闷 处脉 羊脉 跳得快 有鞋子 但是也出现胸闷 我们现在讲的 很多心脏病人 或者是原来有心脏病 现在有外感 而引发 还有呢 就是我们讲的 病毒性心肌炎 就是跟太阳病有关 跟外感有关 现在这样的病还不少 属于阳虚的部分的话 可以考虑用柜子 柜子去 勺药糖 张中瑾是不用勺药 因为在古代 在张中瑾的时代 这个勺药 没有讲得特别清楚 我们现在分清楚 是赤烧白烧 白烧是酸 阴柔酸脸的 而赤烧是 我们现在讲的 活血化语 但从西医来讲呢 那个做药理分析 发现赤烧白烧 成分没有什么差别 但中医是要区别运用的 所以张中瑾讲的 不用少药 是防止它的 阴柔酸脸 对胸阳 新阳的恢复不利 但是现在结合 我们的临床研究 发现心脏病人 用点活血化语药 也是错的 所以这里要用 用刺扫 比较好 能够活血化语 如果对于有 阳徐的病人 张中瑾讲的是 去勺加父子 出现脉威 物含肾的病人 除了新阳不足 还有肾阳徐的 也是用柜子去勺 要加父子糖 心脏病有关的 这个在临床上 密切相关 这些光 都是在临床上有用的 最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吸引不足 深疼痛症 卖橙池 深疼痛症 用柜子 加勺药 生姜 各一两 能生三两 新加汤 这个方名很长啊 我们有时候就叫新加汤 长不要紧 讲得很清楚 你不要背方哥 因为这个方 这个条文背完了 方哥也出 药物组成 剂量都出来了 比例也出来了 柜子加勺药 生姜 各一两 我最记得 有一次好教授讲课 他就讲到 他自己 感冒以后发汗太过 出现生痛 刘渡周老 跟他开了这条方 因为好教授是不吃辣的 他不吃姜的 所以他自己没有放姜 后来好 刘老问他的时候 他说没效果 刘老后来听他说 不吃姜 还批评了他 后来把姜 姜加上去以后 症状就消除了 所以关于姜 生姜是一个非常好 了不起的药 生姜在商量论里边 我们体现看到 它有这样的作用 养胃气 柜子汤里边姜枣同用 所以我们说广东什么粥 广东有很多地方 有粥成 专门是喝粥的 什么皮蛋瘦肉啊 鱼片啊 百果粥啊 其实应该有姜枣粥 姜枣粥是最养人的 本来生姜大枣就养胃气 所以姜能够养胃气 对脾胃虚弱的人可以用 姜能够泛水气 姜能够生筋打表 因为这个鸡表 鸡肉的疼痛 是由于这个筋液不足 不能滋养于这个筋脉而出现的疼痛 一定要靠这个生姜把这个筋液打出来 所以这个姜不是可用可不用的 当然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降胃气 我昨天参加医院工作会议回来以后 晕车 我说还晚一分钟不行了 我都会要吐的 已经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 回到姜吃了一大头姜 吃了就好了 所以在伤痕论里边 这个姜的作用 刚才讲的四个方面 所以我们不要小看 也不说我可用可不用 千万千万不要小看 不能说随意的 该用的一定要用 而且这个姜还不能少 还要重用 加勺药 生姜各一两 原来是用三两 现在用四两 这个人生 加人生 温阳大表 我用治疗方用的比较多 是治疗产后的抑郁症 产后的生痛 有一个病人 他是生了小孩一年半 整个脸都发黑 很郁闷 三个男人陪他来看病 我在心里想 我不好问了 反正是看病就看病了 我就问他 他是一年多 一生痛 我说你是不是月子没做好 再加上病人 整个的反应都比较迟钝 很郁闷 也没有工作 所以后来 我就跟他看来 因为这个产后的病人 一个是汗 一个是汗也可上氧气 还有出血 所以一般都是气筋省伤 要感受到风寒之邪 寒郁的里面 所以一定要温氧 这个补一气阴 从此要开表 这个病人真的 吃了效果非常好 东莞的 后来带来又两个女人 这两个女人就搞了半点 原来那个三个男的是三兄弟 然后这个三个 三个这个媳妇 全是一样的病 所以一个好了 后面两个就跟着来看 都好了 气阴不足 生疼痛 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现在临床上 而且往往这种 生疼痛跟抑郁合并在一起 我一个同学的小孩 也结婚生子了 早两天还到我家里 还来找我 她也得着怪怪的病 她生了小孩 她自己觉得也是一个是 很郁闷 还有了就是 时不时就跪下去了 莫名其妙就是跪在地上 跟她查什么血甲 那些都没问题 所以 讲的整个 奶水也不好 人家就是身体也很虚弱 医生也是一身痛 我就用着这个 柜子新疆汤 也是吃了效果非常好 好了 最近是看什么 因为她最后她还是发现心脏有问题哟 这么年轻的二十几岁人 心脏有二千半 三千半都有 关闭不全 我说是不是原来有这个风湿热啊那些 她说没有 所以现在是看这个毛病 其实这个毛病跟我们讲的都有关系 前面讲的柜子上 也可以问新娘 那个毛病 然后 然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